我覺得派給他的人也決定錯誤 是不是會找一個官營的電台去做雙營的電台 我剛才也說過 讓人覺得你好像接管了一個雙營電台 好像國有化一樣 第一不對 第二對其他雙營電台也有一個競爭 不完全競爭 人家要計算一個價值 你就不用禁制 立法會提款機去做 你怎麼競爭 我想問你會不會一力支持員工不要接這兩條模擬頻道 他也不應該接 他也沒有能力接 當然是支持他 他根本接不到 第一他的水準 他的設備 他的能力 你的專業水平也不夠 接什麼 他們欣賞指數很高 你不要沉醉於獅子山下的年代 吃老本 你現在什麼年代 現在你們的技術你們的心態去拍戲 你拍不回獅子山下的東西 雖然是三十年前的東西 我告訴你 只是你的新聞你都不專業 他沒有的 聲音新聞他們有 有 畫像的新聞他們沒有 他現在有電視就有電視新聞 沒有的 因為補決了一步 所以沒有的 如果要做就有 但你們自己的定位不行 不是員工的技術不行 你的定位不行 你的編輯 編導的指向不行 但我不是想干預你的編導 但你編導已經被人罵得很厲害 你認為作為公營廣播 你當然是編婆 你的節目早上早 佔中期間還跟別人做特別節目 罵政府 七點鐘至八點鐘的時候 就在那裡猛唱好別人的尊重 電台和電視不同 電視更糟糕 如果讓他做更多這些畫面 就死定了 香港就更快死 自己弄死自己 賺點錢買毒藥自己吃 其實